這個上一次的內容,還有這個上一章節的一些重要的補充,講一講,那講一講以後呢,我們就會進這個指數的部分,那今天的內容,這個補充的地方會比較難一點,那有一些隨常練習,建議你幫忙去洗,那這個另外的是說,這個,這個下一節的話,這個講義的話,如果沒有的話,你們要趕快去下載一下,還有就是我,因為這個版權的問題, 不能提供太多支講義,所以說如果,這個你們還沒有拿到講義的人,這個,希望你們趕快去補充分拿一下,這樣子的話,才不會就是,這個才不會說,就是用,用到超過這個法定的這個,這個講義的份量,這樣子,好,那這個,先做一下補充,然後就有一些學生問我們這個,這個上一次上課的問題,這個,還有這個, 這個作業的問題,我也會幫你們稍微的,那講解一下,那講解完的話,那我們就,會進行的進入,那應該是今天一半, 一半復習,然後一半復習,然後一些補充,然後再來進行進入,來,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三角不等式,三角不等式,那這個,三角不等式,實在是一個補充的地方,首先呢,這個,首先什麼叫做不等式,不等式就是用不等號連接起來的一個式子,那它最重要的功能, 它功能之求最大值或最小值,以前有講過,例如說,如果我們看到這個,x大於等於2,左邊比較大,右邊比較小,那你會發現什麼意思,當等號發生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x的最小值就是我們的2,你看到這個最小值的時候,有兩個很重要的事情,方能點出來, 第一件事情,我們如果要去看最大值或最小值的時候,這一邊一定要可以畫成數字,一邊是我們變動的項,那這個變動的項就會等於我們最小的時候,這樣OK嗎?欸,費者跑掉了,等一下大家,這個還有一些人還沒進來,好,再強調一次,最大值跟最小值, 剛剛等號發生的時候,咦,哈囉,陳陳,怎麼了嗎? 這如果有問題的話,或是說這個聲音不是很清楚啊,趕快跟小值講一下,我會盡快幫你們處理,喔,欸,阿彭,留籤,貓皮,好,好,那這個,咦?喔? 我還是稍微等一下下好了,因為小朋友還有一些沒進來,我們在簡單的等一下,來,紹普,悠安,雲池,換尾,換尾,換尾,尋尋,移尋,呃,等一下,齁 等一下,齁 好 來進函 OKOK 好 差不多了 那我們繼續這個補充的地方 好 那這個我們就知道這個 我們剛剛講到最小值的發生的話第一件事情 我們在這個寫不等式的時候一邊一定要想辦法換成數值 才會有最小值 那另外的像左邊比較大右邊比較小當等號發生的時候 這個變動的X就等於它最小的時候 所以我們會說這個四值的最小值是2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講這一節兩種 這個會出現的不等式 那第一種叫三角不等式 來 三角不等式是這樣子 絕對值A加絕對值B 大於等於相加再起 兩個絕對值相加會大於或等於相加再起絕對值 那我們先來看結論 當等號發生的時候第一件事情 我們會發現 怎麼樣 會產生 最大值 或最小值 那此時還有什麼現象 此時我們會發現 A B相乘大於等於零 同號 或者是其中有人是零 來 那我們來感覺一下 這個 像這種討論不等式的時候 你可以先探索一下 來 你看啊 如果是3加5 這裡是幾 正3加上正5是8 那如果兩個同號 正3加上正5 也是8 對吧 所以你會發現兩個正的時候的奧會發生 好 那再來正3加負 如果兩個絕對值算出來也是8 可是另一邊呢 正3 加上負的絕對值 同學 負2加絕對值算出來變成2 哇 這個時候8會比2來的大 再來負3加正5 會等於8 另一邊 如果是負3 再加上正5 絕對值 一樣是2 你會發現還是大於 那如果兩個都是負的呢 負3加負還是8 這四個都是8 可是另一邊如果是負3 加上負的絕對值 負8 負8的絕對值還是8 所以你會發現怎麼樣 這時候等號也會發生 也就是說我們在不同的正負號的情形 所有都討論過的時候就可以發現這個很明顯的現象 A的絕對值加B的絕對值 兩個絕對值相加就會大於或等於 相加 再取絕對值 這個叫做三角不等式 那為什麼叫三角不等式 以後你拿在這個更後面的數學才會發現 好 再來第二個 正式的證明 基本上不等式 這個比較 容易理解或是直觀的證明 通常都是利用相減 來去整理 可是你們在處理這個絕對值的時候想要把絕對值幹掉那怎麼辦 除非我們像上面一樣討論狀況 不然就這個方法 就是平方 還記得嗎 絕對值的A 如果把它平方以後 也會等於這個數字的直接平方 因為這兩個數字都是正數 對不對 絕對值絕對正 所以絕對值A的平方 就等於A的平方 都是個正數 好 那既然如此我們要去證明這件事情 證明的是絕對值A 加絕對值B 會大於會等於A加B再取絕對值 那怎麼看呢 我們假邊 左邊是絕對值加絕對值 右邊是相加完再取絕對值 這是我做一件事情 我們左方 減掉右方 同學如果最後證明出來 他是大於等於0 那是不是代表我們證明成功了 左邊的確比右邊大 好所以來開始囉 左方減右方 絕對值A 加絕對值B的完全平方 再減掉 A加B的絕對值是平方 展開來的話 這個絕對值加絕對值的平方會變成絕對值A的平方 加上絕對值B的平方 加上兩倍的絕對值A 絕對值B 我們扣掉的像是A方 再減掉B方 再減掉2AB 那同學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絕對值的平方跟直接平方是一樣 所以這兩項可以約掉 同樣的絕對值B方 跟直接的平方也是一樣的可以約掉 所以最後的答案 我們就剩下什麼東西呢 我們就剩下 兩倍的 絕對值A絕對值B 絕對值B 減掉AB 同學 那很明顯 這個時候呢絕對值A絕對值B是一定是正 那A乘以B有可能是正 有可能是負 可以嗎 所以我們從這邊就可以分成兩類 對 如果A B相乘大於等於零的話 那這個時候正減正 我們算出來 這個式子最後的結果 就會等於零 如果A B是一號的話 負負得正 這時候最後計算的結果就會大於零 所以很明顯的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減完會大於或等於零 對嗎 那減完會大於或等於零 就可以得到 左邊的平方 大於等於右邊的平方 那因為這個絕對值的這個式全部都是正 所以把這個平方給他幹掉 所以得到左式會大於等右式 也就是說絕對值A加絕對值B 會大於等於相加的起絕對值 這個就是三角不等式 那實際上我們剛有給你們感覺過 所以應該不會至於到太難 好 那看完以後呢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個基本的範例 這個範例是這樣子 我們如果要求絕對值的x-8 加上絕對值x-2的最小值 那這時候有幾個絕對值 有兩個絕對值 好 那你去想要找最大值或最小值 我們去想用 看可不可以用不等式的方式把它求出來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首先你們在第一小題 我看到絕對值 我想用三角不等式 絕對值A加絕對值B 會大於等於 相加在取絕對值 那你在實用的時候來 我們做個試驗 第一個 這先不要抄 有人就會說老是很簡單 絕對值x-8 加上絕對值x-2 哇 很明顯的大於等於x-8 加上x-2 這個事實沒有錯 但是解不出答案 是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 左右的x是都消不掉 所以我們這樣子解題的話 並沒有辦法算出一個數值出來 請記得 我一開始講的時候 我們不等式如果要求到最小值 一邊已經要剩下數字 所以呢回到這個問題 我們這樣寫沒有辦法求出數字 那怎麼修正 我希望這個x 一個是正的一個是負的才可以消掉 所以我們這樣寫 絕對值x-8 加上絕對值x-2 我們知道絕對值的裡面 可以任意的電號 絕對值3 跟絕對值-3 他都是3 算的就是3 所以這個式子 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把它改寫成 8-x的絕對值 這兩個還是一樣 同學 因為絕對值內部可以任意變號 這兩個都還是一樣 那再加上 絕對值x-2 同學 一樣的根據三角不等式 絕對值加絕對值 會大於或等於相加在絕對值 這次 這時候我們就會發現一件非常神秘的事情 這時候他會大於8-x 加x-2 見證奇跡的時刻 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這裡有一個-x跟一個正x 我們的x就消掉了 那消掉以後 我們最後就可以覺得 8-x 再加上x-2 最後可以解得 他會大於x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方法 我們利用這個三角不等式 絕對值加絕對值會大於等於相加在9絕對值 的這個結論去算出來 那左邊比較大 右邊比較小 最很明顯的當等號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到最小值為10 同學你們這樣子寫的東西 其實不一定 非常的直覺 所以我們 應該可以去找尋到一些 更好的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這個方法沒有到最好 那什麼方法誰是好 基本上來說 討論絕對值的範圍 我們以前有說過一個很糟的東西 就是可以用距離來觀察 對不對 那我們用距離來觀察 素線來看 另解 來 這時候我們看到絕對值 絕對值x顯8的 再加上絕對值x加2 可以改寫成絕對值x顯8 再加上絕對值x顯8負負負責得證 好 那寫到這裡 就可以感受得到 它所代表的意涵是什麼 它所代表的就是x到 8的距離 再加上 x到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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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你會發現X到負荷的距離 再加上X到8的距離 是不是正好會是10 正好就是8到負荷的距離 對不對 可是你看喔 如果你在這右側的時候 這大段跟小段的加起來 是絕對會大於10 這大段跟小段的加起來 絕對會大於10 因為中間這一段就是10 你如果在左右邊加起來 很明顯的絕對會比10大 甚至你會可以寫出大於10 不用寫等於都寫 可以嗎 也就是說當我們的X在負2到8的 這個邊界的裡面的時候 加起來會是10 是最小的 如果超過負2到8這個邊界的外面的話 你就會發現都會大於10 所以由圖 我們很明確的就知道 當我們的X 介於8到負2之間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到最小值等於10 這個是我們用速限的方式來討論最小值的方法 這個非常漂亮 這個又很簡潔 清楚 那第二小題 我們就是一個直接的推論 因為這個你們在高中時 有的學校也是會考 他說如果他等於這個數字無解 那我們求K的範圍是多少 同學 第二小題我們應該要去看第一小題的結論 我們由第一小題知道 這個是指X顯8的絕對值加X加2的絕對值 不管怎麼帶 他絕對會大於或等於10 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K比10小的時候 即找不到答案 你這個稍微的推理一下就知道了 我們就可以知道當K比10小是會有錢 是OK 好 稍微再想一下 那我們這個東西 看懂最重要 因為筆記的話 我們之後都會PO在社團裡面 你們根本不用過度的動手 甚至你們看一看筆記下面的演練做一做 我覺得都很棒 好不好 好 那從這一題我們就可以看到最小值 這些要怎麼去做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補充 這個我剛用速限法順便解完第一題的 這最小值一樣是10 那我剛剛解的一樣快速的看 這個範例2跟剛剛的範例1是接近雷同的 只是我後面還有一些補充 所以我就再copy一次給你們 來 我們知道如果用速限法的話 很明顯的 剛有講過了 是把它解成x-8的絕對值 加上x-2的絕對值 去看距離 一個是8一個是-2 我們剛才算過 如果x在中間 最小值是不是10 最小值是10 如果在外面 是當然都會比10大 這我們剛剛寫過的內容 對不對 好 那第二小題我們來看 直接看第二小題 第一小題已經學過了 當x在 8-2 之下 我們可以得到最小值等於10 OK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第二小題跟第一小題 多了什麼東西 除了原本有的x-8 跟x-2以外 多了一項叫做x-3 來 左邊有個邊界叫-2 右邊有個邊界叫-8 那這時候我中間多了一個邊界叫-3 3 那這個3呢我換用藍色來畫 這時候一樣要去看距離 這可以看成 x-8 再加上x-3 再加上x-2的距離 這個第二小題我們可以看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先從8跟-2來看 你會發現如果我們的x在8跟-2的中間的時候 到-2跟到8的結果都還是10 可是這裡多了一段到3的距離 所以我們會發現我們的x到-2的距離 再加上到8的距離 最後再加上到3的距離 是不是除了原來的10以外 中間會多一段到3的距離 所以從這邊就知道 如果我們要它是最小值 除了在8跟-2的中間以外 你最小的這一段是不是也要消失 所以從這裡就知道 我們要去找最小值的時候 就變成了原來的10 再多了一段L 那我L用藍色來表示 代表的是跟3的距離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得知了 當x等於30 x跟3的距離L就會是0 那這時候 就會產生最小值了 此時會得到 最小值 就等於10加0還是10 只是剛原本的最小值會出現在一個範圍 但是現在的話 我們最小值是出現在3的這個位置 本來的最小值是一個範圍 這前一題因為只有兩個絕對值 最小值在中間範圍出現 可是像這時候 最小值就是在中間點出現 當x用3帶進去的時候 就會得到最小值 好 那你們這個稍微的看一下這個題目 給你們兩分鐘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好 好 這個疫情期間 這個上課最尷尬是什麼事情 我前幾天這個 我前幾天超尷尬 就是 我在上課 然後在 這個因為我有一個親戚 是這個國小的小朋友 然後我在幫他們上課 然後呢 結果國小熊在那邊上課以後 他爸媽在後面吵架 我還聽到摔東西的聲音 然後我們都開視訊 因為這個 國小生的話要開視訊 會比較好看他在幹嘛 結果我就看到那個盤子 他們在那邊手在那邊一直動來動去 而且 oh my god 這個事情有夠尷尬 我說 爸媽在吵架 他就點臉就說 對 然後我就看他們在那邊罵得超大聲 那平時那個 女生罵人的時候真的是很恐怖 就是 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會發現 女生真的是 罵人 如果真的脾氣起來的時候 那個罵人真的是 完全不留情面 看我我就覺得 哇那老公被他罵到 反正就是罵了各種事情 包括 什麼都拿出來罵 女生吵架真的超可怕 那個女生 從他的爸媽 就是他老公的爸媽 也是我的親戚 他很罵 罵完以後呢 就罵他老公的個性 然後呢 最後還補了一句 他機器很小 我就覺得 oh 為什麼 為什麼 對啊 反正就講了超久 這就很恐怖 所以這個在這邊 就先奉勸各位 各位可能比較沒有感情經驗 畢竟才國中生 這不是每個人都是王奇夢 對不對 這個 好啦 開玩笑 反正 阿夢對不起 開個玩笑 sorry 反正就是 這個 如果你們 這個男生 絕對不要想像 跟女生可以吵架 吵贏 絕對不會贏 我沒有看過任何一個男生 跟女生吵架有任何勝利的可能 他頂多呢 就是合理的 就是結束這個戰局而已 但女生吵架真是超強 所以呢 這個同學 這個如果你們也會交女朋友 這個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懂得道歉 如果你們要吵架 就道歉 那為什麼 好 例如說女朋友看他生氣了 欸你為什麼這衣服沒說好 對不起 就很直接就跟他說對不起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方法最棒 對不對 對 這個為什麼遲到 對不起 我的錯 非常誠懇的道歉 基本上來說 你們不要妄想可以吵贏架 因為女生吵架的方式 跟男生不一樣 男生想說 一場比賽就是一場比賽 吵贏的就結束 不是 女生吵架 一定要吵到為止 你知道嗎 他們 你以為是戰爭會結束 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戰爭結束的一天 所以請記著 這個 這個對於你們未來的求生 是非常重要 好 那後面下面的問題 這個力解內跟東東黨 也就自己想一想 來 接下來我們來再加強一下 算幾分等事 因為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這個今天絕對這個 復習是非常值得的 來 首先什麼是算幾分等事 基本上來說 兩個相加處以後 叫算數平均處 兩個相乘開根號 叫幾何平均處 不等事一樣的 當等號成立的時候 我們可以產生最大值或最小值 就看你在不等事的哪邊 那這個時候有什麼現象 事實 A跟B 這個算幾相加的兩個左右項 等號會發生 感覺一下 9加1除以2叫做5 9乘以開根號就是3 5大於3 但是如果兩個數字一樣的時候 乘5開根號是5 5加5除以2還是5 這時候等號就會發生了 對吧 有感覺了吧 也就是說我們從這兩個東西 可以歸納出來 如果兩個數相加處以2 應該會大於等於 兩個數相乘開根號 沒錯 這就是算幾分等事 好 ok 因為上一次講過 所以我們這邊會蠻輕快 那怎麼去正算幾分等事 一樣我們用左邊去緊右邊 來 A加B除以2 會減掉根號AB 首先把它通分一下 變成二分之 A加B減掉兩倍的根號AB 以前就有用過這個技巧 把這A加B看成根號A的平方 加根號B的平方 同學 A方加B方-2AB 是不是相減的平方 所以它就可以寫成 二分之 根號A減根號B 的完全平方 同學平方數 是不是一定會大於等於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 故 左邊會大於等於右邊 即 總比 2分之A加B 會大於等於等號A 這個就減變的算出來 可以嗎 這是這樣子 好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第一個是左邊大於右邊證明 又當等號發生的時候 如果等號發生的時候 就代表這時候 根號a-根號b 就要等於0 也就代表這時候a跟b要相等 所以同學一樣的驗證出來 如果等號發生的時候 要加起來 兩個東西等號正好要一樣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根號a-根號b要等於0 這時候a跟b要相等 這個最後等號發生的結果蠻直居的 如果你這裡要等於0 我現在滑鼠一道地方 這邊要等於0的話 那想當然的這兩項要一樣才行 這個東西就這樣 好 那以前我們有講過了 所以這個還有用一個幾何的方式嗎 講一下畫一個半圓 讓你們去看這個大約或等於的情形 那這個東西我們上一次的筆記 我希望你們回去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好 那這個算起不等式的話呢 這個有兩個例子 有兩個例子 那第一個例子的話我都做 來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個今天這個算是一個小負責 當一個四指相加 一個四指相乘 我們要去求 最大值或最小值的時候 我們就用算幾不等式 就用算幾不等式 看一下小孩 看一下小孩 好 不好意思 我看有小孩子 好像這個 這網路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確認一下 拼一拼 拼一拼 好 應該這樣可以 好 這個我剛剛這個 調整一下 如果你有一個四指相加 一個四指相乘 如果要求最大最小值 我們就可以用算幾 好 這個剛剛有講過了 小相加 有相乘 就可以用算幾不等式 應該看得出來 好 那竟然如此怎麼用 來 你看了題目會這樣子寫 他可以給你一個相加的四指 你要去求相乘的最大值 好 那一樣的 這時候如果你知道用算幾的時候 先把房子蓋好 再想辦法把我們要的相放進去 強調一下 我們一定要用題目條件給予的相 或是索求 去把算幾不等式列出來 所以如果你只用A加B 大於等於A乘B 是不行的 因為你會發現這個A加B是消不掉的 你只有2A加3B等於6 A加B根本不知道是多少 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呢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用題目給的條件 去設計 去整理我們的算幾分數 2A加3B除以2 那如果這兩項相加除以2 右邊就要寫成2A跟3B 相乘的開根號 請記得我們算幾不等式的時候 一定要用到題目的前提 去列我們的式子 那寫到這裡以後 我們要求的A B在這裡就出現了 那剩下的地方 就要想辦法畫成數字 那怎麼畫成數字 不用擔心啦 2A加3B本身是可以畫成6 所以繼續整理 2分之6加3 都會大於等於 根號的6倍的A B 我們接下來在平方 平方以後你就可以得到9 大於等於6A B 把6除掉 所以啊這個時候 2分之3會大於等於A B 右邊比較小 所以這時候當等號發生的時候 當等號成立的時候 你要記得 這時候A B 最好會等於他最大的時候 叫做2分之3 第一件事情 大M是最大值 我再寫得清楚一點 好 那第二個 當這個最大值出現的時候 這個A B的變動值 等於他最大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會有什麼現象呢 算起不能設等號發生 代表這裡等號發生 一路到前面這裡也等號發生 那如果這裡等號發生 這時候很明顯的是 2A跟3B要相等 同學 2A跟3B如果相等 K加K 除以2 才會等於K 乘以K 再開根號 所以呢 我們會發現 此時 2A 要等於3B 才行 那題目又告訴我們 他加起來會是6 所以如果這兩項相等 就一人一半等於3 那A 就是我們的2分之3 B就是1 同學 這就是算起不等值 那而且我們再檢驗一下 你看 2分之3 乘以1 正好就是2分之3的最大值 這是我們上次的算起不等值 好 那這個證明你們不用刻意的去抄 看過就好了 最主要是要從數字可以感受到這兩個 有感覺 兩個數字相加除以2 會大一點兩個數字相成開根號 這東西要有感覺 好 那這個第三個我們就這樣看一下 給你們看一分鐘 那等一下我們這個 講完下面那個小題 再多補充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就給你們再休息一下 那休息一下的話 等一下我們就要進這個新的單元 這個我有在調整 還有這個看我們的進度 我希望這整個過程裡面 這個除了這個節奏輕快以外 它的內容的難度 我希望也是可以到一個中間的地方 不要太簡單 好 但是我覺得該補充的東西 不要太難了 但是該補充的東西 我還是希望可以跟你們分享 好 OK 這個第一小題 那再來看第二小題 像這種算幾的東西 這個你們多看過幾次 其實就會順暢 來 題目如果給你相乘等於6 我們要求相加的最小值 同學 一樣的一個相加的四值 一個相乘的四值 要求最大最小值 我們就可以用算幾不等四值 練習的時候一樣 先把房子蓋好 再把家居分進去 來 那一樣的相加在左邊 相乘在右邊 那這個時候 我們左邊是不是可以利用題目給了3a 跟2b 題目要討論的是3a加2b 對不對 那這兩項相加除以2 算幾不等四 算數平均數相加除以2 就會大於等於幾何平均數 3a乘上2b 再開根號 好 那寫到這裡就快成功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求的3a加2b的出現 把分母的2乘過去再整理 會得到3a加2b 會大於等於2倍的根號 6ab 那ab是不是又是6 所以繼續往下整理 3a加2b 就會大於等於2根號36 262 同學你看一邊已經是直的 一邊是我們要求的3a加2b 那大於等於 左邊比較大 右邊比較小 所以從這邊就知道 當等號發生的時候 同學3a加2b可以任意的變動 他一定會比12來的大 所以當等號發生的時候 12就是我們最小的時刻 這是一個最小的定值 最小值 第一個 我們可以得到3a加2b的最小值 他這個等式會等於12 第二件事情此時怎麼算 ab怎麼算 我再強調一次 此時算幾不等式的兩項要相等 你看如果這裡是k 這裡也是k k加k除以2 是不是很明顯的才會等於k 乘上k在開根號 所以此時會有什麼現象 3a 要等於2b 同樣的觀念 同樣的觀念 我們反覆的第二次 算幾不等式等號發生的時候 兩項要相等 這兩項要相等 那這個時候如果他們相等的話 怎麼求ab呢 去找題目有沒有比較簡便的等式 你會發現當等號發生的時候 是不是3a加2b正好是12 那一人一半就是6 所以a這時候要是2b這時候要是3 同學你看2乘以3是不是等於6 所以我們得到的結果應該是對的 好a等於2b等於3 最小值是12 這是算起的一種類型 算起一種類型 這個相加跟相成的 這兩種我們上一次講完以後 我們今天再看了一遍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完第二種類型 就可以給你們休息 來 力士 這也很重要 同學這樣會不會太快 阿夢可以嗎 阿夢還ok嗎 可以 我們上一次有講過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節奏稍微快一點點應該是還好 好 這個是算起不能試 你會發現反覆的第二次的時候 如果你們上一次看過我們今天再這樣打一次 這個算起不能試的這個架構就會很明顯 那證明的細節 這個你們也可以慢慢再看過 可是你們應該知道 算起就是如果兩個數字相加數於2 它就會大於或等於兩個數字相似在開口號 好 那算起的前兩種類型講完以後 我們再延伸一種特殊的類型 這叫做導數型 導數型講完我們休息一下 算起就是永相加跟相殘要求最大或最小 但是有的時候 相成的式子題目並沒有給你 它隱藏在導數的位置之中有這個觀念 這時候題目的特徵是什麼 我們的位置數 整坨的出現在分母跟一般數字的位置 這一種就叫做導數型的問題 那導數型的問題也是算幾乎的事 只是你從這個題目來分析的時候 就知道它有偷偷有一個式子沒跟你講 就是x加1 如果乘上x加1分之1 來乘乘會是多少 去乘這樣乘起來會多少 Hello Hi x加1乘上x加1分之1 乘完會是幾 這樣乘完會是幾 對 這兩個數字乘完會是幾 這樣乘完不就是1了嗎 對就是1 它就不會跟你告訴你這個現象 但是如果你的位置 一個出現在分母跟原來的位置 乘完可以抵消 抵消剩下的就是一個數字 這個叫做導數型 通常都是導數的總和 導數核好了 先導數核好了 那也就是說導數核要求最小值 我們可以用算幾乎的事 那我們從這個題目來看 題目說x大於-1 要求x加1加x加1分之1 再加3問它最小值多少 那同學因為這個3跟x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前面算完再加3就好 開始囉 這時候由算幾 等我一下 由算幾我們就知道怎麼樣 x加1 再加上x加1分之1 除以2 兩個數字相加除以2 它會大於或等於 兩個數字相乘在開封號 那你很明顯喔 x加1 再乘上x加1分之1開封號以後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什麼現象 哇這兩項消掉了 把2移過去 可以得到x加1 再加上x加1分之1 就會大於等於2 可以嗎 那左邊比較大 右邊比較小 所以我們就知道 當等號發生的時候 這兩項怎麼樣 最小值是2 可是我們先不要寫這個好了 因為我們這裡還有一個加深 你們看到 所以我們先加3再整理好了 來 如果x加1 加上x加1分之1 不要忘記的 我們這個項裡面還有一個加3 那根據我們的等量功能 是不是原本最小值是2 這時候右邊也要加一個紫色3 2加3就等於5 好 那繼續囉 所以我們從這邊就可以知道 當 等號發生的時候 左邊比較大 右邊比較小 會發現怎麼樣 x加1 加上x加1分之1再加3 他的最小值 10 就一定要是5 對齁 這個就是算幾 不等10 那當然後面還有一些東西 在運算的 我們這個之後 你們再熟悉就好 你們只要知道 如果是倒數 他就會隱藏這個關係 不告訴你們 但實際上 兩個倒數位置成完是可以小的 好 那我們先稍微的休息一下 等一下的話 我們就開始進這個指數這一節了 希望大家都還OK 那我最後再把這個東西放給你們看 你們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因為題目這裡 加3是因為題目的要求 他再多加3再加了 好 那最後這個題目放在這邊給你們看 那如果這個有問題的話 再問我 不要客氣的問我 另外的是說 這個等一下我們就繼續往下講 這個講義的內容 休息到這個2點 2點幾分啊 快要20分了 我們休息到2點半 2點半再繼續往下 好 各位總會辛苦了 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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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種三角來做 接著接著說 等三兵 大部分的功能 然後這樣等一 比以後等的時候還會有 謝謝 謝謝 好的 謝謝 感謝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先把这个笔记穿上去 笔记穿上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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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不是有来找我吗 哦 我原本 有 可是我突然放弃计划了 什么 我放弃了计划 为什么 因为 因为阿梦的嘴骗人的鬼 什么 开玩笑 开玩笑 什么 好麻烦哦 今天的天气有点不好 嗯 我每次找你都很麻烦 真的哦 天气没有很好 路途遥远 哦 那你可以在传说正常约我见面 对对对对对 我这个我最近有在开始店 对啊 对 对 我昨天我前几天这个 最小 我有一个一个四号我想 你该知道就是 我喜欢去洗头 虽然我没几根头发 但我很喜欢这个 这个洗头姐姐帮我按摩的感觉 这听起来有点色情 但但没有的正常 我觉得洗头真的超舒服 然后我们补习班旁边有一家 就是在这个在远船旁边有一家的甲骨 那这个他按得很好 然后重点是那个姐姐就长得蛮可爱的 对 我之前有请你找元松一起去 他他也是觉得不错 对啊 然后这个我那时候就有一天就是 一边一边打传说 然后一边一边按摩 他要看我打传说 对 然后就打一打以后呢 这个 打一打以后他后来就跟我讲他有在玩 我后来发现很多女生都在打传说 真的是很疯狂 太棒了 蛤 加油 对啊 而且很多女生喜欢玩男角 反而男生喜欢玩女角 真的是搞不懂 我太难了 蛤 为什么 没有啊就不知道要说什么 所以我太难了 OKOK 好没关系 我先放转 我们休息到半 再继续讲一讲 这样子 我今天可能会稍微再往下上一点点 上到这个十分左右吧 对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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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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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覺可以慢慢解封了 So happy So happy 好 讚餒真的啊真的啊 新竹快可以解封了 再來這個奇夢就可以不穿褲子再到處跑來跑去 好很安全 對對對 真的啊這是我覺得安全最重要 說真的我覺得這個安全最重要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解封啦 我是吸我老實說 我一點怕的是 就是有一兩粒然後慢慢的就會 就會放很大的 我是會怕這個東西 對但是對 所以我希望是如果真的要解封啦 我覺得就不如大家就再忍 再忍個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如果真的就是 連續的很多天都是家裡的話 再解封我覺得應該 應該也沒有 應該反正都感覺都 我覺得最怕的是 會以為這疫情沒有一個鏡頭 但如果現在可以看到終點 那我就不覺得那麼危險 我就覺得慢慢的感覺起來 就是 生活就變得比較安全 我是希望這個樣子 好 那同學我們今天就來繼續看我們的內容 今天呢 在努力防疫 你在努力防疫 對不對 我也是蠻努力的 對啊 如果如果真的解封的話 我希望可以這個 這個 先說 先去玩個三天 我有點想 但是這個我覺得還是 還是慢慢的 大家注重安全 比較重要的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指對數 這個今天呢 要去看數的性質 第一種是指數 那指數的話 國中有學過的地方 A的N次方 就代表 A連續才N 那這個如果次方為正整數 那底數可以任意的數字 同學我再說一次 這個是屬於 N字正整數 如果次方是正整數 底數就隨便理解 這時候兩個數字相乘 等於次方相加 次方的次方 等於兩個相乘 AB的N字 可以把N全部都放進去 我想這個東西 大家應該都還算熟 大家都應該還算熟 需要舉個例子嗎 2的3次有三個2相乘 再來2的2次有兩個2相乘 很明顯的 2的 3加2 如果底數一樣 兩個數字相乘 得次方相加 再來次方的次方 2的2次 再三次 代表本來有2 2的2次 2的2次 有連續的3個 23等於6 所以會得到2有幾個 2有6 所以23得6 再來 2的3次 是 2乘以3的3 3次好 那代表的裡面有2乘以3 2乘以3 2乘以3 那可以移動把2集中在一邊 把3集中在一邊 所以這些就是以前國中用過的 指數率 好 那這個 2次方程式啊 這些車馬公司 我們等一下也會用到 再慢慢看 來 第一個我們來看自然指數 自然指數 是說 基本上自然指數是針對我們的次方 如果我們的次方是正整數的話 那這個時候底數呢 可以是隨便的數字 例如說-2的3次方 也可以 或者是0的5次 還是0 也行 只要次方是正整數的話 我們的底數就沒有任何限制 可以嗎 那繼續囉 如果這個 次方是正整數的時候 相乘 等於兩個數字相加 次方的次方等於兩個相乘 AB的N次方 這時候可以把N放進去給AB兩個人都行 那另外的是如果相減就是相除 相減就是相除 可是你要注意的是 你除完這裡要是正整數才行 這裡要是正整數N才行 需要舉例嗎 例如說3的5次 除以3的2次 那上下約掉5約掉兩個 3 剩下3個 所以是相除可以看成次方相減 底數一樣的時候相乘可以看次方相加 A分B的N 代表A有N個B也會有N 我想這應該不難喔 那我們來簡單來寫一下利益 3的3次 再乘以6 3的6次 那很明顯的是3的 跟3相乘 再加6 9加6就叫3的15次 那第2體這裡有 9個2跟9個5 那有9個2跟9個5的話 9跟9是一樣可以合併在行 所以2的9次乘以5的9次 可以看成2乘以5的9次 也就是10啦 好 那第3小題 你在看數字的時候 你這個165當然可以畫成以5為底 通常會想要找一個比較漂亮的 所以變成 5的5次 乘上5的4次 125是5的幾次 3次 等於5的 5加4 -3 9-3加6 算出來就是5的6次 好這個應該都不難 那你要注意 如果底數一樣 兩個數相乘 就等於次方相降 那這個再強調一次這個數字的長相 這個指數的時候呢 例如說2的3次方 上面的數字 我們叫他指數 這以前國中有講過下面的2就是 0指數 右邊你們自己練習了 第二個是看0指數 當我們的次方 可以是0的時候 我們去定義 A的0次方不等於1 可是如果你出現0的話就會 有一件事情就變得很重要 就是底數怎麼樣 不能等於0 為什麼A的0次方 是1 我們來看一下 例如說 2的3次 乘以2的0次 相乘等於次方相加 我們之前有設定過了 3加0 還是3 那你會發現乘完並不會有影響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2的0次方 等於1 2的0次方等於1 好 這樣OK啊 2的0次方是1 那你要注意的是 在這種情形下 0的0次方是無意義的 因為0乘任何數字都是0 所以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 0的3次方乘以0的0次還是0 那這個0的0次一定要是1嗎 就不一定 對不對 你什麼數字乘完都還是0 那是因為0的數字特徵的關係 造成了0的0次方是無意義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負整數囉 如果負整數 例如說 2的3次 乘上2的負3次 我們知道在指數率底數一樣兩數相乘雷次方相加 兩數相乘雷次方相加 兩數相乘雷次方相加 2的3加負3得幾 同學 3加負3等於2的0次 那我們知道2的0次是幾 是不是1 所以很明顯的2的3次跟2的負3次 是不是就是倒數 所以你剛剛你看到負的數字 就會跟倒數有關 好 所以我們很清楚就知道在這裡 2的負3次 就是2的3次方的倒數 好 那既然如此 我們當然底數也不能是0 例如說0的負2次 是不是變成0的平方的倒數 不可以這樣寫 所以這個底數 你要小心 底數這時候不能是0 所以給你一個結論 如果次方 有0 或者是負整數的話 這時候我們的底數 下面的數字 就不能是0 底數就不能為0 像這個樣子 把它寫一下 這個市值最重要的是這個性值 那其實在這邊 這個學習的主軸 並不是這些計算 而是說 因為計算國中 大概都有提過 那最主要是因為當我們的次方 他的長相 如果越來越奇怪 你會發現他的底數 我們分母的這個 我們這個 下面的底數就會越來越嚴格 就會越來越嚴格 OK 那也就是說我們如果底數是0的話 那這個次方一定要是正整數 正整數才行 來來看下面的例子 那我們很清楚知道相乘 這個時候 次方的次方就兩個相乘 再跟5去算 所以第1小題就變成a的 -3乘以2 再加5 算出來等於a的-1次方 這個a分之1 化解完了 那第2小題 9.9管他去死 這個數字可以是正的可以是負 反正這個如果次方 這的話數字 只要怎麼樣 不是0 就可以了 這個如果次方出現0的話 這底數只要不為0 就ok了 所以怎麼算 零次方都等於1 任何數字零次方都是1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練習這個數字的運算 這國中好像有一些就有交互 只是我們會在 做一些深刻的討論 ok 好 那接下來第3個就開始重要 如果a大於0 n是正整數 a的n分之1次方 a開n次方 跟 這個叫a開n次方 這跟我們前一節的開方有 關係 來 先做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去定義 用什麼數字 這個 3的 2分之1次方 他就是3 開2次方 開2次方根就是一般的開根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去觀察呢 我們來觀察一個運算 來根號2的 寫錯了 根號3的平方 是不是等於3 那同時3的2分之1次方 也是3 我的平方 2分之1乘以2 是不是也是3的一次也是3 我再說一次喔 根號3的平方是3 那3分之1 3的2分之1次方 再跟2 次方的次方 等於兩個相乘 喔那這個時候 2分之1乘以2 也是3的一次方 整個數字也是3 那你會發現這兩個數字 如果一樣 是不是代表這個平方 裡面的數字要相等 我們就可以發現有這個結果 可以嗎 就可以發現有這個結果 好 那繼續喔 如果是 2 拆 3次方根 的三方根據定義我們就知道 他還是2 然後2的3分之1次方 如果3次 我們之前有說過次方的次方 我們把它看成兩個相乘 那最後變成幾 2的 不好意思我剛剛比悟了喔 2的3分之1次方的3次 2的3分之1乘以3 就叫做2的一次方 那這兩個如果一樣 是不是代表這兩個 裡面的東西要相等 我用紫色把它寫在一起 就知道哪兩個要相等 這OK喔 好 所以我們就知道a的n分之1次方 就是開n次方的 基本上就是這裡來的 就是這個定義的延伸來的 好 那這個就OK了嗎 來這個a的n分之1次方 就是a的n次方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次方的次方等於兩個相乘 OK 但是我們會發現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什麼現象 就是如果我們的次方 是有理數的時候 有分數的時候必須要規定 我們的底數是正的才行 這個東西 很重要 這件事情應該是蠻重要的 希望你們記得 如果次方允許 有理數 也就是說次方可以是分數的話 我們底數一定要是正 這個超重要 超重要 那我舉個例子給你們看好了 為什麼 是這個樣子 我這個剛剛的縮力 我把簡化的縮力 放到上面去 我把這種例子寫在右邊 來首先 我們先來看開3次方 為什麼是講開3次方根 是因為 所以開3次方根的根號裡面 開始 我們之前有說過 例如說 -2 -8好了 來 開3次方根 開3次方根 它的計算是很單純的 同學注意 開根號是一個運算符號 它只是個計算的過程而已 那開3方的計算過程是說 當我們裡面湊足了3個 當我們裡面湊足了3個 它就可以提到外面 這要負2 可以嗎 那你說老師那這有什麼毛病 我們如果負8 負8 的3分之1次方 哇 負8的3分之1次方 當次方如果是分數 那不是跟上面一樣就好嗎 看喔來 負2的3次 是負8 哇 所以3的3分之1次方 約掉就等於負2 你覺得這樣寫 還不錯 可是有點天真 為什麼 同學 為什麼次方 不能 讓底數是負 接下來很重要的要講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的次方 如果它是個分數 同學 請問你們分數是不是可以同分 對吧 也就是說3分之1 它可以寫成6分之2 所以你會發現 負8的3分之1次方 這時候開始給你們看矛盾的地方 可以看成 負8的6分之2次方 來我問你們 許承我求你喔 3分之1有沒有等於6分之2 等於 等於嘛對不對 但是這時候就有一個很討厭的事情發生 什麼事情 你這個數字的2 是不是可以先去跟它算 它可以看成 負8的2次在6分之1次 哇 發生了什麼現象 等於64的6分之1次 那64是2的6次 所以算出來 變成了正2 那 負8的3分之1次方 到底是負2還是正2 你是就不能決定 你就會發現啊 如果次方是分數 底數可以是負數式 為了讓我們的次方可以像有理數一樣的通分 約分擴分 那這個時候底數就有可能正或是負 那這樣不行啊 所以為了讓這個答案是固定 我們在次方是分數的時候 底數一定要給它是正數 固 定義 此時底數要為正 所以我們有講了 當次方 指數之次方 為有理數時 也就是說它可以化成整分數的形式 上下有分數的時候 次方有分數的時候 那底數一定要是正 可以嗎 底數一定要是正 好 這很重要所以我 一直講 這剛剛花了蠻多時間講 你說一下 那像這種經驗一下正一下負負責矛盾 那這個時候我們是必須要去避免 因為數學的答案要可以再現 所以不能讓這個正負同時發生 好 OK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 A的二分之三次 我用這個舉例好了 他可以看是什麼 首先他可以看成 A的二分之一的三次 所以他叫做根號A的 三次 那另外的 他也可以寫生 A3的二分之一次 那這個東西就是 A的三次在開根號 那你會發現這兩個字都可以相等 所以 這我想你們應該可以看得懂 寫什麼東西 這個第二題的這個例子 這個樣子 然後這兩個當然就會一樣 所以這個次方可以提出去 你可以放在根號裡面 那開方的開方就是一樣 再往下 因為這可以看成A的 Q分之一次 在P分之一次 就叫做A的 PQ分之一次 這個提醒一下 好 那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不寫的話 就是開二分之一次 直接寫開根號就是二分之一次 好 那我們繼續囉 這樣可以嗎 再稍微記一下 當次方可以是分數的時候 底數一定要是正 那 至於原因我都會講 但是 這個請你們還是要記得一下 好來 看第三 次的二分之五次 同學怎麼化解這樣的問題 在化解問題的時候 這個底數 通常希望可以整理成 最簡單的小單位 所以我們把四化成二的二次 那在二分之五次吧 我們知道次方的次方 相乘完 就變成二的五次 喔就是三十二 那第二小題 根號 27的 負三次 27是三的三次 開根號是二分之一次 所以三的三次 再二分之一次 再負三次 所以算出來叫做三的 二分之負九次 在第三題 你開了根號沒有寫是開平方根的意思 所以他是五的十二次方先二分之一次方 再三分之一次 二三得六可以看成五的 十二除以六 叫做五的平方 最後的結果是五的平方 好 這些數字都是實際上存在 實際上存在 這樣OK喔 好 那最後呢 我們延伸這個定義 什麼定義 就是我們連 四方啊 連十數都可以放 那我們雖然不能很準確的知道這個數字大概是多少 可是我們知道這個數字會存在 可以嗎 喔這個數字會存在 因為他可以無限的靠近去估計 喔 我們照根號三喔 大約是 是1.732一直下去 那你會發現1.7是個分數 那如果是有理數 那就可以利用開方算出來 那同樣的1.7 雖然很醜 但還是算得出來 1.732 雖然很醜 他還是可以算得出來 喔所以你會發現怎麼樣 2的這些次方都存在 不確定這個數字到底實際上是怎樣 但是確定他一定會存在 而且呢 由於數字寶石 順序的關係 我們會發現 2的根號三次方 會比2的一次方大 會比2的二次方大 那當然啦如果次方是時數 這個像這個次方的位置是時數的話 這時候有可能是無理數啊 或者各種數字 那這時候我們的底數一定要是正 可以懂嗎 可以懂嗎 喔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一個次方 要是什麼排啊這種奇怪的數字 那麼底數一定要是正數 那這個底數一定要是正數的原理 其實跟上面這個分數的 是原理之類似 我就不多講 也就是說你貫穿了1234個焦點 你應該可以感覺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隨著我們的次方 越寬鬆 我們的底數就要越嚴格 那最嚴格最嚴格的時候 就是說 當次方的數字完全沒有限制的時候 我們的底數一定要大於0 底數要大於0 然後下面有這些規則你們看一下 來 同學這個問題的重點是這個底數是一個正數 底數是一個正數 所以我們來看第一小題 一樣的 在討論這個次方的關係的話 一樣 我們把數字整理成最基本的 這個漂亮的底數 所以3的根號5次 再乘以3的2次 再乘上2分的負根號5 2約掉 那底數變成一樣 變3的根號5-根號5-3的0字 就是1 那第二小題 次方沒有任何的限制 那相乘可以等於次方相加 他就是2的 a-b b-c 加b-c 加c-a 哇 減完等於2的0次方一樣是1啦 可以嗎 這是要指數的 方程式 不是 這要指數的性質 這個應該沒有說真的很難 這個運算也是還好 可是同學右邊的席幕要稍微寫一寫 這東西有練習就不會到很難 當然你在合併的整理的過程 你希望底數是漂亮的 一樣的數字才好 好算 好 在最後的指數方程式 基本上指數方程式是在位置數x存在於次方的方程式 可以嗎 那解指數方程式的話怎麼辦 一個劃成相同的底 把椅子跟位置的數字分開 再來做一些變數變換的整理 來 這個我其實用第五題 就可以把這兩個重點都講完了 來 來第1個 解下列方程式 2的3x-1次方等於32 你要去算這個次方的x 是不是要有一樣的底數比較好比 所以2的3x-1 把它寫成2的5次方 32等於2的5次方 那這時候3x-1就要等於5 很明顯吧 3x-1要等於5 那既然3x-1要等於5的話 我們就很明顯的 3x就等於6 x就是2 好 接下來第2小題 第2小題的話 我們可以說 5的2x-2x-245的x-25 你會發現如果以5的x是一個單位 這裡的四方是它兩倍 所以可以看成以5的x為一個單位的平方 減到24乘上5的x四方 減到25乘于0 这个题目出得不错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不错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感受到 以5的x四方为一个基本的单位 要去分解 它是一个二次的方程式 所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你看 这时候可以把它解成5的x四方 跟5的x四方 那一项应该是负的25 一项是正1 配起来是不是才会有负的24 这是最美妙的地方 所以5的x四方 可以等于25 或者是负1 但我问你哦 5的100次方正来负正 5的负100次方 它等于5的100次方分之一 也是正同学 也就是说同学 5的次方 不管你次方x长得多丑多丑 它都是一个正数 可以吧 因为负代表的是导数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5的x四方大于0 不管x什么代都是一个正数 所以负1不合 要小心这件事情 可以吗 我写在旁边 就是 就是 a的x四方有5会大于0 不管x是多少 我们a的x四方是一个正数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5的x四方只能是25 也就是5的2次 算出来x就等于2了 这是它的一个解法 这是它的一个解法 那我两种东西都讲 看好咯 这题也没有说很难 那同学我们今天讲完这题就下课 因为我觉得切在这里蛮漂亮的 科学记号的话 我觉得跟国众的东西差不了太多 所以我们科学教下一次再讲到了 那这个我们来看咯 这蛮重要的哦 另外一个解法是这样 我们可以原式整理出来了 5的x的平方 那这个时候我去令5的x四方等于t 同学因为我看5的x四方看起来太重了 就令他是t 那不要忘记你如果假设t的话也许找t有没有范围 同学如果5的x四方是t的话 t是一定要大于0 我们刚展示过了 5的100次方还是正数 那5的负100次方 它其实负代表是导数的意思 所以还是正 所以5的x四方是一个永远是正的数字 那既然如果它永远是正 我们原式拿来整理一下 这时候原式可以怎么写 原式就可以画减乘t的平方减24t 减25等于0 这个四字看起来就比较清爽了 分解 t减25t加1等于0 算出来t等于-1或者25 一样-1不合 那这时候5的x四方等于25 那明显的x就等于2 那这个只是给你们讲一个技巧 如果你看这个数字太复杂 另复杂的地方为t 但请记得要去检查t 这个t我们的范围限制 我要小心这件事情就好了 好 OK 同学大概就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各位大家辛苦了 这个今天的话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的讲义它有一些随堂练习 我希望你们也解一解 那今天的作业到哪边呢 科学记号我们还没讲 我下次会讲 那我们今天会讲就写到这个第五题 知道了 科学校没有立体 关系 就写到这里就好了 这旁边的练习 跟这个后面的基础简历都写一写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OK 那各位同学就这样 拜拜 我等一下把这个 内容跟影片传给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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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梦拜拜 真讲你笑我比较 啊 怎么了 886 886 886 各位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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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要上多一点 可是我想说这边 结在这里好像也还不错 佩杰这样会太多吗 还好吧 佩杰不见了 他不理你 酷酷 他不理我 好感伤哦 好 各位拜拜 拜拜